今天我们关心的就是儿童癌症 到底儿童癌症是怎么发生的 它有什么特性 跟成人有什么不一样 那父母亲应该要注意什么 还有应该要怎么样治疗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 儿童癌症的治疗成果 跟团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那么要成功治疗儿童癌症的话 一个杰出的团队应该要做什么 当小朋友出现哪一些症状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应该要提前部署担心 儿童的癌症呢 其实有蛮多是跟血液造血系统有关的 所以说呢在这个就会有一些症状 是跟这个造血的功能受到影响 例如说红血球下降的时候 就会有贫血的现象 那如果说白血球下降的时候 就会容易发烧感染 那血小板下降的话 就会有鱼斑啦出血啦等等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 其实肿瘤也会有压迫的效应 所以如果说它压迫到神经 可能会有神经方面的症状 或者是说造成这个肝脏汗皮脏的肿大 肚子脏脏的 那不过其实这些有时候都比较不专一心 所以就是我们通常都还是建议说 有这上面的这些症状呢 时间稍微比较久一点的时候 还有就是说像是这个 例如说眼睛有不正常的反射光啦 等等一些比较特殊的症状的时候 还是要赶快带小朋友到小儿科去做评估 通常是讲几岁以下的小孩 18岁以下 18岁以下 我们说18岁 在国内平均年龄大概8岁左右 可是一出生就有了 一岁以内的我们的统治6%左右 所以三岁以内也占了20% 所以他也不少 那小小孩怎么诊断 有时候就肿瘤很大 这个头大起来了 有水脑就带来了 那大一点小孩子头痛呕吐啦 又是肿瘤的不同的位置 有不同的症状 眼睛会表现 手脚会表现 走路会表现 所以我们常常病人走进来 我们一看 他才知道 大概哪里可能有问题了 每年大概有600多位恶性癌症 恶性肿瘤是在0到19岁 因为他会就是五岁年龄组的关系 那再加上一些 我们对良性脑瘤的一些估计数字的话 推测大概0到19岁是700多位 我们一般都说0到17 就18岁以下的话 大概是500多位 500到700位之间的一个人数 那他们的种类也比较特别 就比较多是白血病 淋巴瘤 那还有其他是脑瘤和固态种 儿童脑瘤部分 就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种瘤 那在国内的统计 我们就是说 通常只登记恶性肿瘤 可是老母肿瘤有良性 有恶性 有光靠影像来诊断的 所以我们就说 推估了大概每100万个小孩子 每年大概34左右 34个小孩子 如果是儿童癌症的治疗 在台湾大概治愈率有多高 一般来说 国际间的先进国家 大部分的这个 儿童肿瘤的长期存活率 很接近80% 那台湾几年前全国平均大概是77% 那就是说整体来说我们团队这些也都是 大致上就是以这个80%为目标 从老流方面 那我们的统计数字 是过去从1970年到2020年 但是我们在做所谓的存活率 其实良性流到80% 20年的统计数字 80% 那恶性流是45%左右 但是都有恶性肿瘤 其实有那个改善的空间 在治疗病的育癌 要统计是肥胀症的 肥胀和肌肉的孩子 但是感染并且肥胀 这个肺癌 就要是理解的 肺癌要通过的恶性育胀 成统肯定要不算耳性 當 MB returned感染但也是他感染的嚴重感及性癖 Clearly能幫助社障礙�黄肺本当治療傷 在於是 case障礙病例 leave抖 가족瘋狂悯的感染 小医生疾病啊 它是差异性很广 同一种的肿瘤都有不同的差异性 所以它的治疗就算标靶治疗 它也是需要做适当的一个调整 那我想刘医师你接触很多小朋友的父母亲 那大家马上去想 它那么小 它没吃过什么 也没有什么环境污染 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想 会不会遗传啊 会不会基因啊 那通常您都是怎么告诉父母亲 还有人要求神问福 所以我们在这边郑重的回答 就是有90%以上的儿童肿瘤 跟遗传跟这个全身性的基因 不见得是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90%以上是偶发的 就是随机出现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局部的细胞反叛 就是局部出现有害的突变 这个还有待厘清 万一真的是家族当中有比较多人罹患不同的肿瘤 或是都罹患同一类的肿瘤 这些病史也很鼓励病友 还有家人勇敢的就是跟团队讲清楚 然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安排合适的遗传咨询 一起帮忙小朋友找到最适当的治疗 不要悟性偏方 对不对 是 没错 父母亲一心慌真的 人家给你什么偏方 那可能都会接受 没有好处吧 对 标准治疗就有很好的成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